Hello 大家好 今次去溫哥華旅行 主要是走到哪裏 都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吃了什麼 第一天去到酒店 放下行李就馬上去醫圖 因為未偏背到房間 這餐是為了飽兔 回到房間 發現Pantry原來 是很齊全的 煮食用具 早晚餐也可以在酒店裡煮 我們預先買好早餐的食物 吃完早餐就到處走 這裏是Gas Town 11點多就肚餓了 朋友介紹過我去一間大聖軒 我們差不多時間衝進去 這碗拉麵味道好 分兩粗 麵豉湯底 有叉燒兩塊厚 有蔥、芽菜、蛋、紫菜 足料 麵夠、蛋、芽 又不是太軟 湯底還很好吃 我差不多喝光了 朋友找到一間很便宜的瑞士火鍋 是在Gas Town Steam Clock附近 火鍋的味道調較得很好 所以我都吃了很多 加上一杯 痰痰的啤酒 真的不錯 這個時候當然要打卡了 我們大概吃到六點多 但外面天黑又下雨 都在逛逛街 走到手信店 才回酒店 又是早餐時間 今次還多點一碗韓式即食麵 真的很棒 早上去Stanley Park 走了兩萬多步 真的餓了 就開始找一間泰式的餐廳吃東西了 哇,這個冬飲工真是炸了 蔥卷,不錯的 木瓜沙律 一樓,太棒了 因為太飽了,所以吃糯米釀雞翼的時候 覺得OK的 太太,又沒說了,好像放了幾根砂糖 都是要拍一張照片,因為這個環境很漂亮 這間酒店雖然是三星,但它有一個條例 如果不打吐房間,每天給10元的QP 我們就可以買咖啡,買三角盒 加一點錢,還換了甜品 到了第四天,我們發現有一間比較便宜的放題 韓日式放題 當然要去試吧 不過,真的沒有評論 很多人吃 但是,我就覺得 慢慢的 你看,那個手捲是骨肉分離的 下週,就去了Granville Island 我們主要逛了街市 看看有什麼買 也買了一些芝士和腸仔 也去一間小店餐廳吃粥打魚湯 但我沒有吃的 我朋友吃的 那我去半打三號,我也有吃 這個應該是白酒煮蜆 做得非常好 這個是划算的 我們在街市買了一些芝士 另外買了一支白酒去做瑞士火鍋 可以了 製作過程遲些給大家看 還剩下半瓶白酒 所以我們都一邊吃東西一邊喝光 去到第五天 朋友放假 那我載了我們去吃維鮮 那早茶 那些食物很好吃 加拿大點心真的做得好 燒賣竟然一龍五粒 可惜我忘了拍照 接著就去漁人碼頭 我們在碼頭走一會 之後又打算吃東西 今次去Catch 真的蠻好吃的 但我們有點飽 所以我們只叫了幾個Starter 有青口 魷魚 很好吃 Tuna 不錯不錯 還有雞翼 可以的 下午 就去了一間韓國的超市 哇 裡面很多食材 很多食材 很多食材 我們就打算回酒店吃火鍋 所以也買了牛 羊 去坐東西 那就是今晚的晚餐 這間韓超附近 有一間拉麵店 我們變成長龍排得很厲害 所以我們決定第二天 一早等它開門 就馬上衝進去吃火鍋 應該一定很棒 哇 真的很多人了 已經 那我們也成功 餃子就普普通通 沒什麼特別 但是這碗拉麵 真的很好 因為它的麵 粗幼 或者湯底的濃度 都可以自己選擇 我們多點一隻蛋 慢慢吃 慢慢享受 湯底的濃淡 剛剛好 所以 我也是喝了很多湯 因為真的很好吃 可惜兩片肉太薄了 又到下午茶時間 這次我們也是用10元QPON 第二天就馬上去到 Aberdine Center 這裡是Richmond 本來打算吃韓燒 不過進去 我們改變了主意 但是很喜歡這間餐廳 很有韓國的感覺 吃得很開心 我們先來喝一杯熱熱的茶 因為外面很冷 很舒服 喝一杯靚茶 然後我們就開始點餐 一個集菜的炒麵 很入味 它的麵可以炒 另外就是排骨湯 排骨湯的用料很好 當然有排骨 裡面有很多菇菌 蘿蔔 紅棗 豆腐 咬得來很... 一點都不肥膩 很好吃 這間就是Zura 然後我們白無料奶 就去了Superstore那邊 在這裡 為什麼我們會吃滷水雞的雞腳呢 其實就是因為有一間燒辣店 它有一杯港式奶茶 我真的很想喝 然後街坊是介紹 我們去明人餐廳吃晚飯 這是一間茶餐廳 我叫了海南雞湯河 嘩 看起來很漂亮 但吃下去 沒有留言 但是呢 一杯港式奶茶就可以了 最後一天 飛了 飛回美國了 就在機場裡面的Tim Houghton 買點東西吃 餐汁 送餅 就是這麼簡單的早餐 好了 拜拜 多謝收看 製作給你 做的 爆發 散 們 brief